贴膏药后疼痛反而加重怎么办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孙万森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医科主人医师 贴膏药以后疼痛加重了 那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贴膏药 就是因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疼痛 那么就要看你这个原因 怎么原因 比如讲你是突然扭了一下 或者突然摔了一下 这个时候引起了疼痛 你马上贴膏药 这个时候是不可取的 这个时候是不能立即贴膏药 这个时候已经把膏药应该取下来 让这个急性期过了以后 这时候你再贴膏药 对于这个扭伤 对于这个摔伤 就这种没有外伤的这种 你可以贴膏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贴了以后疼痛加重了 就是我也没有摔 我也没有扭 就是我就是个疯尸 我这个腿就是老是不能见凉 我贴了膏药 结果疼痛会加重了 那说明这个膏药它不对症 贴膏药它也是需要辨证的 你这个疼痛是由于寒湿引起的呢 还是由于湿热引起的呢 它是不一样的 湿热你要贴一个温热的这个药 膏药 那它就它就效果 它就会疼痛会加重 寒湿的话 你要贴一个清湿热的这种膏药 那它也会加重 那就是说它是 膏药是从中医来讲 你没有辨证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下期见